小白第一次选择苹果手机应该怎么选呢 今天小阳就从性能拍照续航 这三大功能点给大家分析一下 不同价位段值得买的iPhone 2000元价位段性能拍照续航均衡的水桶机器 小阳推荐11PM 188G的话在小阳家的话只要1999 3000元单位小阳推荐12PM188G 目前在小阳家的话只要2999元起 这些大屏幕的旗舰机的话还是相当不错的 毕竟它们机身大 所以说电池容量也会更大一些 当然如果说你预算多一点的话 现在小阳家的13PM和14PM也可以变入 这些的话是今天刚从市场上面拿回来的14PM 目前全新来货的话是5300 小阳的话5499出 相比发烧价直接省了一大半 而且13PM跟14PM确实在续航方面的话 会更加的优秀一些 其次就是性能方面的 在小阳看来 从iPhone11开始的话就不需要去担心了 毕竟本身的iOS系统就已经足够流畅 再加上A系列的芯片的功耗 稳定性各方面控制的都十分优秀 即使你使用一些大型软件 用手玩手游啥的都不会出现卡顿以及掉帧 如果说想追求视频拍摄 那就得考虑12PM 13PM以及14PM了 毕竟配置更高的三摄配置 还有激光雷达的一个加持 无论是拍照清晰度 还是对焦速度的话都是非常给力的 所以说你想要极致性要比 又想兼顾各个方面体验的话 可以考虑这台2999的12PM 或者是小玩家这台4350的13PM 如果说是你 你会考虑哪一款呢 对不起